青年返鄉 無關對錯 只有挑戰 擁有熱情外更需要充足的專業能力 青年農民除了耕種方式 了解產銷通路及銷售流程更是必備的課題 青年創業者在衡量資金和技術後 必須充分思考產品的市場獨特性 有兩位年輕人在嘉義創建了自己的一片天 用獨特的方式寫出熱愛家鄉的故事 家人年紀也有的 想說回來自己做 至少拼的都是自己的 之前在台中工作 是做機械風箱 以前上班就是 湖外屋就是八個小時 去做完就是回來 回蘭烏龍的話就是 你會讓自己想說學到更多 那個 我們都會想說我們的錢都花在田裡 真的啊 你看你兩三台積居合起來 就可以買房子了耶 對 而且還要50 而且房子買了 你就是這樣住嘛 就是可以住一輩子 但是你機具買了 它會壞 你要維修 維修之後 它真的不能使用了 你又要換 所以我覺得其實就是 那種機具這一方面 其實就是還蠻大的問題 光是溫室的話就兩百二嘛 還有一些其他的 附加的配備的話就大概兩百五 紫寶機的話就 大概花了五十萬嘛 因為傳統在吃 灑 藥劑的時候 就是要 最少要三個人才能工作 我們買這個紫寶機的話 就是我一個人就可以工作 減少很多人力上 還有藥劑上還可以減量 然後操氧劑大概一百萬 還有耕耘機 耕耘機因為沒有錢可以買新的 我們就最少就是買二手的 二手一台也要六七十萬 對啊 所以其他 光回來務農就是 真的是負債累累 資金短缺是一定會有 因為怎麼講 回來你畢竟沒有什麼存款的話 你回來要買一些機械的話 都是需要資金 可是這方面我們可以跟 當地的農會 須辦一些農機貸款這樣子 其實還蠻希望有去農回來務農 因為至少可以增加地方上的一些火力吧 對啊 因為你看老一輩在做 就是以他們經驗這樣在做 可是你沒有青龍進來這一塊的話 相對這個會造成一個斷層 我在台南讀書 我之前本身是健身教練 對 然後我畢業之後就回來嘉義 對 所以我 退伍之後就想說 要創業還是繼續當教練 後來就選擇先創業 就是少優 少鮮 高鮮為主要 因為我自己有當過選手 我準備比賽 就是所謂的備賽 對 我覺得備賽的東西實在是太 有點難吃 對 可是我高中是學餐飲的 然後我想說 我要改良就是備賽的餐 因為在備賽的餐 有人說減止要吃水煮 那我覺得水煮真的不是人吃的 一般大眾是不會接受 除非你有特別的訴求 你才會特意去吃水煮這樣子 我在台南看到的東西 我覺得嘉義沒有 我是比較信仰說 好的東西可以慢慢帶回來嘉義 因為嘉義不算大城市 發展會比較慢一點 對 就像我剛創業的時候 我是嘉義是跟民雄的第二間健身餐 對 可是在那個時候 台南 高雄 台中 每個地區都已經八 九家 四家 對啊 所以我回來民雄 就是嘉義是跟民雄算是第二間 有在規劃要展電到嘉義是 對 因為嘉義是有蠻多客人 可是我們服務不到 對 可是我們 我在規劃另外一種形式去嘉義是 像我也都會建議我的同學啊 朋友 如果有想法就可以回家一開 因為我覺得地利性很重要 你要去外縣市 可是你要先把根炸圍 你才有辦法去外縣市打拚 除非你在外縣市很久了 然後你那邊有你的人脈啊 我覺得這樣回來會比較適合 因為回來你的朋友啊 就像我這間店 裝潢 鐵工 水電 都是我朋友來幫我完成的 可是相對的 我也是有付他們錢啊 對 就是可能你要去 一些理念的溝通會比較容易啊 因為朋友之間沒有隔閡 資金是返鄉青年需要面臨的課題 若是能成功拓展銷售通路 就能把危機化為轉機 而嘉義市青年創業協會 主要由各行各業的小老闆組成 讓大家能交換彼此的創業經驗 當初我們葉創會長他創會的時候 一些年輕人把他聚集在一起 提供這些年輕人互助 互相幫助的一個情況下 一起來共同把自己的事業提升 政府一直有在推動的政策就是 新年創業辦公 因為他是跟銀行配合的 那年輕人也必須先有一筆資金 來使這個店有個雛形在 可是年輕人他怎麼會有這些資金 去做這個雛形 所以有一點衝突 對有點困難 剛開始要創業的時候 其實銀行他要貸款給我們這些青年 他們會很有壓力 因為在台灣創業的成功率不高 非常低 那相對他對我們年輕人 要放這個款項的時候 他會很謹慎的去評估 我們青年創業協會一直以來 我們就是希望創業家他們來加入我們這個協會 我們可以提供給你我們遇到的情形 或是說你遇到情形 我們大家像一家人一樣可以互相的討論 嘉義市青創協會是返鄉青年的資源集散地 提供多樣化的管道 幫助實現青年的夢想藍圖 青年外勒問題持續存在著 許多地區都需要入入年輕的活力 你也想創造屬於自己家鄉的故事嗎 那就回家吧